自1991年纪集其犯罪团伙成员约40余人 多次实施抢劫杀人 以及两次绑架香港超级富豪的长子 勒索巨额赎金高达17亿港币 张子强这是一个至今仍然令香港富豪们心有余悸的名字 在上世纪的香港 此人曾让无数富豪闻风丧胆 大名鼎鼎的四大家族中就有两家被他勒索敲诈 那么这位有着世纪汉匪之称的张子强究竟有多汉 少年时期的张子强劣迹斑斑 打架斗殴无所不为 是监狱里的常客 以至于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就几乎没有女孩愿意嫁给他 然而罗燕芳却是个特例 他不仅愿意接纳张子强不光彩的过去 甚至还对这个前科累累的男人充满了仰慕之情 张子强从世紧流氓到世纪汉匪 少不了罗燕芳的帮助 他是张子强背后的女人 为他出谋划策 协助他作案 上世纪九十年代 劳力士手表在东南亚风靡一时 很多人都以佩戴劳力士作为身份的象征 以至于在香港 劳力士一度供不应求 罗燕芳在张子强的指示下 应聘成了劳力士的员工 负责潜入公司内部打探消息 他得知 瑞士总部近日会有一大批户物抵达香港 就这样 张子强在罗燕芳提供的信息下 安排了一套周密的方案 决定趁此机会动手 1990年2月22日 张子强等人仅用的10分钟就将40箱劳力士手表洗劫一空 现场没留一丝的痕迹 因此警方没有查到任何的线索 这在当时成为了一桩悬案 这次意外的胜利让张子强信心大增 他决定干一票大的 于是张子强又在一年后故技重施 将妻子罗燕芳安排到了一家 负责银行安保工作的公司当卧底 经过罗燕芳一段时间的卧底 他无意中在同事口中得知了一条重要的消息 他告诉张子强 在7月12日 美国利保银行将要调配巨额现金抵杆 得知这个消息的张子强很兴奋 于是他在经过一番认真策划之后 便跟同伙一起在1991年7月12日 将美国利保银行运送至香港的1.7亿港币 洗劫一空 创下了当时香港的两件头等大事 然而这次张子强并没有那么幸运 由于罗燕芳在挥霍这笔巨款的时候露出了马脚 警方随即开启了调查 通过调查 最后得知罗燕芳是在一家保安公司任职 而他所在的这家公司恰好是负责当时运送这批巨款的 最后张子强也由此浮出了水面 警方迅速逮捕了他们 1992年11月23日 法庭裁定张子强罪名成立 判决入狱18年 而罗燕芳却由于证据不足 当庭释放 被释放的罗燕芳当即就为张子强喊了冤 他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在会上 罗燕芳在众目睽睽之下掀起了裙子 露出了大腿上的一刀疤痕 酷诉道 警察是为了尽快破案 用刑讯逼供的方式给他们制造了冤案 现场一片惊呼声 这件事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1995年6月23日 香港终审法院开庭审理了张子强的上诉案 这时候罗燕芳和律师的努力已经十分见效 张子强案的舆论也早已被扭转 大家都在谴责香港警方的不正当行为 纷纷都站在了张子强这边 最终张子强被判无罪当庭释放 并以冤案的名义 向香港警方索赔了800万港币 走出法庭的张子强在媒体的重重包围下 张开双手用胜利者的姿态 对着媒体比出了一个大大的V字 正是这次侥幸的逃脱 让他开始把香港的司法不放在眼里 然而也是经过之前的牢狱之灾 让他认识了当时的贼王叶继欢 两人志同道合 决定联手干一番大事 出狱后的张子强 无意中看到了报纸上刊登的香港十大富豪排行榜 这顿时让他觉得绑架富豪拿赎金比抢劫要好得多 就这样 香港理性首富 自然而然的成了他的目标 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张子强发现他本人的保卫工作实在是太严密了 自己和同伴完全没有机会下手 于是他便把目标对准了李家的长子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叶继欢被抓了 张子强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还是决定的带着手下继续绑架李家的长子 1996年5月23日下午6点 李家长子在开车去往公司的路上 被手持AK47的张子强及同伙拦了下来 并强行带走 随后张子强绑着炸药 单枪匹马的来到李家 向李信首富要价20亿港币 否则就威胁私票 经过一番谈判 张子强最终拿了10.38亿港币 创造出了有史以来 赎金最多的绑架案 拿到赎金后的张子强 也信守承诺 把李家长子放了回来 张子强在这一次的绑架中尝到甜头后 又把目标对准了香港郭幸富豪 他让手下去侦查了他的下班时间 以及回家的路线 最后便在他的豪宅门口将其绑架 最终所得赎金6亿港币 接连的胜利 使得张子强越发的狂妄 他对着香港十大富豪排行榜 仔细的挑选 然而此时的香港富豪们 也是人心惶惶 不少富豪都给自己配备了保镖 同时购买了防弹汽车等等 甚至有的富豪已经计划离开香港 去外国投资发展 警方也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调查 与此同时 张子强又把目光盯向了赌王何鸿燊 不过在策划的过程中 被警方识破了 加上赌王何鸿燊 保镖众多 张子强很难下手 只好作罢 这时的警方也已经据此 得知了张子强一行人的路径 只是苦于没有证据 迟迟没有办法抓捕 眼见绑架不成的张子强 转头就去做了一件大事 他想炸开香港的赤柱监狱 救出自己的合伙人 叶季欢 他偷偷从内地运了八百公斤的炸药 到了香港 这么多的炸药足足可以炸毁 一整栋大楼 也正是这八百公斤的炸药 从而终结了张子强的一生 1998年1月8日 张子强一伙人在码头接货 这一批货 也就是从内地运到香港的炸药 此时的香港警方也恰好在进行 例行的空中巡逻 他们发现了张子强及同伙 在搬运一箱箱的泡沫箱子 当时警方就怀疑箱子里可能是毒品 于是就派人去秘密监视 但当他们打开泡沫箱的时候 他们就震惊了 里面不是毒品 而是足足有八百公斤的炸药 还有近两千根的雷管 当时为了保障民众的安全 警方立刻向公安部做了汇报 公安部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立即就下令抓捕张子强及其同伙等人 而张子强也提前得到了消息 并逃往内地 只不过这次张子强插翅难逃 早在他一出海关的时候 就已经被警方给死死的盯上了 并且布下了天罗地网 当张子强乘坐的出租车 在刚出内地收费站的一瞬间 就被在此等候的公安干警 逮了个正着 作为警局里的常客 张子强起初拒不配合 他先是以假身份证为由 拒不承认自己就是张子强 然后在看守所里又开始耍横 一口咬定自己没有参与任何的违法犯罪 但是这些戏码 在内地警方眼里根本就不管用 后来在一系列的证据面前 他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1998年12月5日 张子强被判处死刑 最后在一生枪响后 世纪汉匪张子强的性命宣告终结 张子强被执行死刑后 他的妻子罗燕芳就带着他的一家老小逃亡了泰国 至今没有回国 在警方清理张子强的遗物时 发现了一张纸条 是张子强留下的遗言 上面用英文写道 上帝啊 请保佑我就像1995年那样 让我平安出来 从这张纸条中可以看出 张子强对求生的渴望 他还在幻想可以利用当时香港的司法漏洞去侥幸逃脱 但是他根本没有意识到时代已经变了 也根本不知道内地和香港司法的不同 多行不义 必自闭 法外狂徒张子强 最终还是为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 只是不知道这位曾经的世纪汉匪 在临死前是否会后悔自己当初所犯下的罪行 当警方的绳索捆绑在他身上时 他会不会想起曾经绑过的无辜百姓 不过这些已经不重要了 当他起初走上这条路的时候 结果就已经注定 在法律之下 在正义之下 即使你是世纪汉匪 也插翅难逃 我是回应 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给我点个关注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